很多件事的人士以為我們失明人用到電話 這些電話說你失明人怎麼會用到 怎麼會看到電話 你一定不是失明人 這就是個謀誤 今次互聯會就開班教後天視障人士用智能電話 究竟他們怎樣學又會遇到甚麼困難 就交給導師面包講解一下 控制機通常我們盡量用一隻手指 其實你的手指盡量收起來 你喜歡吧 一隻手點兩下就是確認 無論YES和NO都是一隻手點兩下 我們點一次過去到最後 記住 待會你會知道哪個大吐匙鍵 大吐匙鍵是上少少 上少少不用多 我們就四隻手指碰一下 四隻 你現在在中一個方式裏面 你按一下大吐匙出去 大吐匙 按兩下放手 你是不是弄得很小力 要這麼大力 當然 你這麼溫柔幹甚麼 我們用慣有輕盈的 你摸一下我 我隨便碰一下 我的手會不會動的 我只是手指動的 記得我可以用Siri幫你開 那你怎樣跟它說 開啟Whatsapp 一日星期六 這個我沒有用過 我經常說你們給幾千元 不要只打出打入玩Whatsapp 這些很低層次 按一下大吐匙 大吐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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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吐匙有我的 Whatsapp 34個新項目 而開始編輯 尤其是 我在後天看不到朋友 他們要適應是很困難 他們要慢慢逐點摸 或者用不同的手勢 到電話裡是困難 我遲晚適應得好 剛好 我一出生就看不到東西 不過我是看到顏色 十多歲這個功能都壞了 因為我之前已經適用桌面電腦 變成一個概念空間 搬到電話裡 其實只是把有形鍵盤 變成一個模擬鍵盤 其實沒有問題 所以完全用到 它裏面有一個叫聲音 即是旁白 意思是把聲音變成文字 可以讀完電話裡的文字出來 其實這個專業小作手 就是棉包沒人看 現在還要摸Facebook 我還要自己登上Page 都是靠自己做的 我發帖有人試過罵我 說你自己看不到 轉來才用這些電話 誰知道被其他人罵他 罵得值得多 很多人都開始意識 原來看不到朋友 都開始用到這些東西 不是一個新鮮事 智能電話的平台 對於失明人很好用 如果掌握了 失明人是會 好像帶了雙眼去街 解決他的生活中 因為事力缺損而帶來不方便 現在我們親朋戚友 沒有喝茶吃飯 都是用WhatsApp去Call 用這些電話 融入現在社會的群組 為了不停 會值得更多 你在一起 我會知道 你會想要 你會想要 你會想要